髋关节致患多久脱拐 张玉民 髋关节病区 主任医师 髋关节致患以后 我们让病人接耳前去可以下地活动 那么活动的时候 要让病人扶拐 我们扶拐的目的 一个是 适当的减轻 髋关节的负重 另外一个我们是保护病人 不要摔倒 那么现在随着快速康复的应用 对于一些年轻人 因为他的肌肉的力量比较好 扶拐的时间相对的就比较短 那么手术后 一般一个月就可以去掉拐杖 那么对于中老年人 我们一般可以让病人扶拐到 一个半月左右 主要是根据病人锻炼的情况 肌肉恢复的情况 那么对于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 我们扶拐时间 可以叫它适当地延长 可以两个多月 三个月 那么对于一些老年性的骨质收松 比较厉害的 我们可以适当地延长 但是大部分做了关节支换的病人 三个月以后都会去掉拐杖 进行正常的行组 专家提示 一 主拐的目的是减轻髋关节的负重 保护病人 不要摔倒 二 随着快速康复的应用 年轻人肌肉力量较好 主拐的时间相对较短 三 老年人主拐时间适当地延长 可以二至三个月